关于巴赫小布务曲 第1号小布务曲 下面有几个预备练习 很多人不太明白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也就是说如果按照教材上来 这里有三段练习 这是第一段 这是第二段 这是三段练习 这个是一个提示 一个注意 也就是说这里的 就是说要注意 就是说后边两拍 要轻一点 那个连顿弓 然后下一个好重 也就是第一拍是重 后两拍是轻 要保持这个注意力 然后呢 第1个练习 是强调的是手指头 尽量的保持 也就是说这个手指 是第1号手指 按着这个RE 第一号手指 按住这个RE以后 在拉后边的印的时候 推迟它起来 一直保持着 一直保持着 保持到这个空弦 也就保持到这个拉再起来 然后呢 这个呢也是一样 这个啊 这个是 这个拉 按住这个一 按住这个一 这是一嘛 这不是一了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 尽量的保持住手指 拉到到地 推迟拉 推迟这个什么 这个RE 尽量的 也就是说这个保持到一个时间 然后再这个手指再起来 这样一次道理 也就是这一段的练习 单独练习是这个意思 练习手指头 前面的手指头用完了 不要马上起来 等后边来 然后呢 这边还有一个练习 这边练习呢 是练习这个 三指 这两个手指的距离 你看这个 这个距离要准 因为以前都是用生刀 以前的取的大部分 是从生刀来的 也就是说A大调来的 也就是这个教材的优势 它是从A大调下来 现在G大调以后呢 这个刀就不生了 他很多学生 通过前面一两课 还不习惯 到这一课的时候 他还是想生刀 所以说要把这个 四指二指的距离 搞准了 所以说单独的 蹬出来两个小练习 然后呢 还有一个练习 第三个练习 一个讲解 三个练习 第三个练习 单独是练习这个 生刀和不生刀 平衡尽量把手指头 尽量的保持 尽量的保持 也就是 有意思说 轻生刀 跟这个轻怀援刀 要分别开来 这样呢 单独练这一段 轻生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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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说明强调的是音的强弱 也就是说前面后边两个要轻一点 这两个要轻 然后这个他打出来单独练 就两小节反复练 然后接着下去之后 他说这个音尽量的要 手指尽量慢起 然后这样来反复的练 然后他有一些个注意的事项 注意事项 就是说有一些个他开始换把练习了 但是我们先不要 先注意保持住 多延长一点 然后后边还有一个段练习 声发啊 这个练习手指的距离啊 老刀 然后 整个这一团练习啊 这就是后边还有一段这个练习啊 这就是练习这个音准的啊 后边还有个练习 声刀哥和火源刀的 他拿出来两小节单独练啊 声刀 然后呢 然后怀远刀 这样单独练啊 声刀 后边是怀远刀 再做一次啊 明白了吧 这关于这几个注解啊 是几个注解 好多不明这个要练习什么啊 他提出来的是这一课的呃 单独的一个预备练习 如果搞不明白或者是什么呢 那就从整课学好了就OK了 啊 第一号小鼓舞曲 这是一个他架出来一些个预备练习 呃 有不明本孩子通过上课来解决 啊 啊 就走上课了 真的